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技术课程第五阶段第二节课的内容 我们在第五阶段呢,跟大家主要介绍File.io,也就是文件输入输出的部分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解释了在Console中如何来接受用户的输入,以及如何输出 本节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如何读入和写出文件,也就是第一部分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如何在程序中想把我们要的内容写出在一个文件里面 第二,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文件,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Stream或有一些数据 我们如何把它读入在程序里面,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下File文件的输入和输出 好,当然我们是通过一些代码的实例给大家介绍一下 举一个例子,我们先声明一个字符串,Stream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内容,比如说通过这个三引号,我们来建立一个多行的一个Stream 比如说第一行是I love learning Python,我喜欢学习Python 第二行,because Python is fun,因为Python很有趣,第三行,and also easy to use 而且很容易使用 好,假设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要把我们在程序里面声明的这个字符串 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并且保存在我们硬盘上 那么我们如何操作呢? 语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声明一个文件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叫F 然后用Open这个关键词 在里面我们来填上两个部分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要创建的文件的名字 大家注意,这个文件名字当然是我们自己提的 但是呢,我们注意我们要同时输入这个文件的拓展名 也就是在这里,假设我们想创建一个txt text的文档 那么我们将写入文件名为sentences their text 这里面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加入绝对路径 如果我们前面不加任何路径的话 那么这个文件将被创建在我们当前默认的工作目录下 也就是我们当时创建Python这个模块的目录下 好,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用豆话隔开后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的mode,也就是模式 在这里我们要启动我们的writing,也就是写文件的模式 所以我们填入一个w的参数 作为一个字符串 它的意思是说,我们open,打开一个文件 创建并打开一个文件 并且进入写文件的一个模式 好,然后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文件创建并给打开 这时我们就在这个文件,就是f上面可以调用它的内建的一个函数 叫做.write 也就是说,这时我们将我们之前创建的stream 字符串的内容 传入一个参数来写到文件里面去 然后我们把文件关闭,就是f.close 通常在最后一步完成 对文件的写出的一个工作 好,我们现在来尝试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因为之前呢,我已经在我的电脑上尝试运行过这个程序 所以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文件 那我们暂时把它先删掉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程序运行结束 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本地文件 我们看到产生了一个新的文件 它的文件名就是之前我们设定的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我们看到 我们这内容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打出来的三行字符串 好的,这就是如何写出一个文件 下一个话题我们将讨论一下 如何读入一个文件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写出的文件了 或者有别的文件 我们如何把这个文件的内容读到程序里面来 也就是跟刚才类似一个相反的过程 好,首先同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F 也就是文件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把这行先注释掉 我们把缩进改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添加了注释 所以我们缩进都差一个 好的,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和我们写出一个文件 类似 也是F等于创建一个文件的名 F等于open 我们要打开一个已有的文件 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已有一个文件在用盘上 然后我们需要打开它 大家注意哦,这里面我们并没有来说明它是哪种模式 哪种mode下 是因为在python中如果我们不说明任何模式 那么它的默认模式就是一个read 就是一个读文件的模式 所以这里我们要读文件 我们就不必声明它的模式 它的效果和我们声明它是一个read mode 是一模一样的 好,在声明这个F文件变量之后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while循环 就如同我们之前所学的 用一个while true 所以这个循环是永远进行下去 直到我们有一个break的statement 好,这是第一行 我们想通过一行一行的方式 把文件中的内容取出来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件的内容 现在已经产生出来是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F.readline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python内建的方法 它可以每一次读取一行 作为一个stream 也就是字符串 来附给这个line 这个line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名字 一个变量的名字 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读取下一行的内容 好,通过这个loop 也就是说这个循环 我们每一次读取一行 并把这行的内容复制给这个line 好,那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在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停止这个循环呢 当然是如果我们碰到了 这个行的长度为空的时候 我们假设想停止 就是说当我们读取的某一行 它的长度为零的时候 我们跳出循环 用这个break关键字 同时在每次读取这个 这行stream的时候 我们打出来这行stream的内容 好,我们现在来运行这个程序来看一下 当然结束了这个while loop之后 我们记得把文件关闭 通过调用f.close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情况 大家看到在这个python的console里面 我们就成功读取了每一行的内容 从文件中并且把它打印了出来 所以本节内容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通过文件的方式进行读写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些 python中的异常处理的exception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感谢观看